5月5日18時 為中國載人空間站工程研製的長征5號碧運載火箭 搭載新一代載人飛船試驗船和柔性充氣式貨物法回艙試驗艙 在中國文昌航天發射場點火升空 約488秒後 載荷組合體與火箭成功分離 進入預定軌道 首飛任務取得圓滿成功 長征5號碧運載火箭的成功首飛 標誌著中國載人航天工程第三步 發展戰略任務實施迎來開門紅 拉開了中國空間站載軌建造階段飛行任務的序幕 為後續空間站核心艙 實驗艙艙發射奠定了堅實基礎 據介紹 該型火箭於2011年11月立向 2018年11月完成了試樣研製 2020年年初 執行首飛任務的長征5號碧搖一火箭 完成了出廠前各項研製工作 於2月5日運抵文昌航天發射廠 長征5號碧運載火箭進場以來 於先期抵達的空間站核心艙出樣產品等 共同參加了發射廠核鏈 3月下旬 核鏈結束後 長征5號碧運載火箭全面轉入首飛準備 發射當天 不少市民遊客來到海南文昌的各個火箭發射觀測點 共同見證這一歷史性時刻 今天看了這次發射非常的開心 非常激動 然後希望我們國家的航天事業能夠蓬勃發展 然後中國加油 中國航天加油 我是從江西南昌專門過來看火箭發射的 我過來的話就是想感受一下現在我國航天事業的進展 也用這種方式來支持一下祖國的航天事業 此次任務搭載發射的新一代載人飛船試驗船 是面向中國空間站運營及未來載人探月需求 而研發的新一代天地往返運輸器 本次任務將對飛船高速載入返回的防熱 控制 群散回收 及部分重複使用等關鍵技術進行驗證 柔性充氣式貨物返回艙試驗艙 是中國新型空間運輸飛行器的試驗器 本次任務將對充氣展開式返回飛行器軌道載入 關鍵技術進行驗證 按照飛行程序 試驗艙和試驗船完成載軌試驗後 計畫分別於5月6日和5月8日返回東風著陸場